根據印度的衛生部5月21號公布的數字 過去24小時內印度新增的新冠確診病例 將近了26萬那麼多 而且累計的確診病例已經破了2600萬 新增的死亡病例高達了4209例 累計死亡了逼近30萬例 雖然印度近日報告 單日新增的確診的病例數已經過了高峰 但是每天死亡人數還是4000人以上 而且根據路透社的報導 一家私人實驗室週三有說 在印度接受檢測的人當中近三分之二 曾經是曝露於新冠的病毒當中 表示病毒的傳播已經在印度失控了 為什麼印度被說這個病毒恐怕已經失控了 因為單日的死亡人數都破4000 而且只有在美國有曾經比它還要多 這是在什麼時候呢 在2月12號的時候美國當日有5444人 因為新冠喪命 所以讓人擔心的是說 路透社表示隨著醫院跟火葬廠被擠爆了 衛生系統很不堪負荷 印度官方數字可能嚴重被低估了 實際的狀況 這個觀點其實廣泛的接受了很多專家都這麼說 你嚴重被低估了 而且感染跟死亡的實際數字可能會高出5到10倍這麼多 的確來看到印度私人的連鎖的實驗室的數據就說 在印度過去七天參加檢測的人當中 平均多少 平均63.5%是呈現陽性的 非常的高啊 那比例是一個月前是45% 都已經很嚇人了 現在又更高了 所以可以看得出來呢 這個印度疫情是拉緊爆的 印度的南部城市的教授叫約海 他還特別點出來說呢 印度很多檢測點都是在城市裡面檢測的 那邊的病例可能已經達到高峰了 所以最近這高峰值已經過了 但是你沒有用啊 是時候應該把這個檢測移到更寬廣的農村地區了 而且民意調查機構也發現 莫迪執政七年以來呢 如今對於政府的表示不滿的受訪者佔比呢 首次超過了滿億 其實印度在世界上是最大的疫苗生產國嘛 但是因為供應短缺 所以緩慢的疫苗接種的速度已經遭受到批評 印度政府表示呢 在13億的人口當中 大概98%還是呢 很容易受到感染的 的確呢 最近呢新冠病毒疫情呢 在印度肆虐嘛 但是呢 中國提供了很多的醫療的幫助給印度不是嗎 不過呢 卻沒有因此改善雙方啊 近年來嚴重惡化的關係 根據呢 多維新聞報導呢 印度網站呢 在這個印度媒體在網站上 竟然呢就推播這張照片 你可以看到呢 在發文說要追查新冠病毒的起源 而且呢 配圖當中使用的是中國大陸國旗的五星紅旗 但是其中的大五角星呢 被替換成新冠病毒的圖片 這個文章一PO出來 立刻啊 立刻啊受到中國網友的抨擊跟指責 認為呢 印度媒體呢 在大陸提供了大量的物資之後 你怎麼還是公然的入華呢 這根本是以怨報得嘛 大陸網友認為呢 變造圖片的用意啊 是有意呢 將病毒的起源跟大陸武漢連結在一起 根據呢 前往武漢調查的世界衛生組織專家 都有說過了 許多早期的病例呢 跟南華海鮮市場有關 只能證明呢 這個市場是病毒的傳播點之一 但目前的資料沒有辦法確定 新冠病毒是如何傳入南華海鮮市場的 對於英媒的做法呢 大陸網民說啊 北京對於新德里是以德報怨 但是呢 新德里卻是對北京以怨報德啊 的確來看到是報導有引述呢 大陸其實外交部啊 跟媒體的報導有說 到五月中為止呢 已經大陸呢 向印度出口的呼吸機 還有治療機 非常的多 來到了是兩萬六千多臺 而且呢監看器呢 也有一萬多 多臺 那醫藥的器材呢 還有藥品也是近三千八百噸 大陸官方呢 跟媒體也提到說 印度呢 購買醫療的器材的時候 抱怨啊 大陸的企業隨意的漲價 要求呢 中國的官方要介入 但是北京有回應 這是市場的多年來的機制 那中印邊境呢 最近也是衝突不對 前年以來呢 兩國邊境衝突更加重了 雙方日遇惡化的關係 那多次的邊境的衝突 不只造成了傷亡嘛 兩國的媒體跟民眾呢 更是呢 常常都會在網路上惡戰 印度呢 加入了美國發起的 印太四方安全對話之後呢 其實對方的民眾對抗的情勢 還更增加了 的確呢 印度呢 變種病毒 正在世界的擴散當中 目前入侵到英國的B1-6172 變種病毒株 已經造成近三千五百例的確診了 英國的衛生部對此呢 採取多項的強力措施 包括呢 將出現變異病毒的地區 進行更大規模的病毒篩檢 還有呢 追蹤隔離的措施 並且呢 要加快當地民眾接種的速度 英國政府表示呢 希望該病毒株 不會影響到 逐步恢復正常的英國社會 呼籲呢 收到疫苗通知的民眾 都能夠儘快的接種 除了英國之外啊 巴西呢 大陸的廈門 也面臨到印度的變種的病毒株的 一個疫情後關的風險 來看到的是呢 巴西政府呢 今天有公布 這個月十五號呢 一艘停泊在 該國東北部 馬拉尼昂州港口的貨船呢 船上的船員 印出了印度的變種病毒 確診的案例 目前呢 該貨船呢 全數的這個船員 都要進行隔離 還有篩檢 目前呢 已經確定有十五個人確診了 其中呢 比對六個確診的樣本 進行基因比對 認為呢 這個說 這印度的新冠病毒的 變異體是確定的 另外來看到的是呢 印度之外 這個廈門呢 也有遭受到相關的襲擊 廈門昨天呢 有新增十一例的 境外確診的病例 其中呢 有十個人都是印度籍的船員 他們是十八號 停靠到廈門的港區 十九號呢 透過了核酸檢測 都是陽性的 立即入院治療 同船的其他人 則是嚴格的進行隔離觀察 由於呢 印度的變種病毒株的 傳染力蠻強的 目前世界各國都在積極 防堵在國境之外 印度呢 不想好好的防疫 卻是忙著抗中 還要搞大外宣啊 根據呢 印度快報報導呢 在印度政府 由於疫情處理不當嘛 遭受到國際媒體 輿論踏伐之際 印度的廣播公司 竟然提出一個idea 還說呢解決辦法 就是要設立一個 類似英國廣播公司BBC 有國際存在感的新聞頻道 報導還說呢 這個根據啊 是該公司的高層的說法 要提議呢 並不是一種下意識的反應 而是呢 在很久之前就要存在著 他們真的想要成立一個 印度版的BBC 根據呢 印度的廣播公司的 這一份投標書 說呢 成立印度版的BBC 他的目標之一就是怎麼樣 目標就是呢 要向全世界 來進行散播 很重要的一個意義 尤其呢 當代的問題上 要向全球 來散播印度的觀點 其次呢 則是要向全球的觀眾 講述印度 那投標書當中 還有顯示啊 印度的廣播公司 要打算建立一個 叫做DD International的公司 甚至說呢 要透過 可靠 詳盡 還有準確的 全球新聞服務 成為一個 在印度新聞方面的權威的 全球媒體報導員 但是呢 印度如果你自己控制好疫情 你會擔心國際媒體指責印度嗎 像是呢 英國的美日電訊報 曾經在本月5號的時候呢 就特別報導了 他特別說呢 是這個印度啊 其實有正面臨了一個 蠻嚴峻的 就是第二波疫情的現狀 那世界也目睹了 印度的火葬場 昼夜不停的燃燒 新冠肺炎的患者 這個樣的狀況 非常的嚴重 另外呢 路透社呢 其實在4月23號的時候 他也有發表文章 說對於印度疫情呢 表達很擔憂 而且還說呢 在疫情之下的印度呢 恐會成為 能堅的煉獄 所以你可以看到 國際媒體呢 報導他 在這麼嚴重的時候 同一個時間呢 4月24號 印度政府 卻是向推特公司 提出了一個 法律的請求 就是說呢 要刪除推特的平台上 數十條呢 批評印度新冠疫情的推文 這些推文涉及了什麼 對印度官員啊 或者是這個地方政府的人員的批評 所以可以看到呢 他要求推特要刪文 然後呢 不顧這個國際媒體的報導 現在還要進行 進行大外宣成立印度版的BBC 但是呢 印度要成立印度版的BBC 但多次指控 新疆人權的BBC 國際形象呢 跟公信力早就受到質疑了 尤其是已故的英國王妃戴安娜 在1995年的時候呢 其實有接受英國廣播公司 BBC的訪問 透露很多驚人的內幕 包括談成自己對婚姻不忠啊 或者是戴妃的家屬的質疑 那其實呢 他有說呢 這個專訪的記者 是用欺騙的手法 讓他受訪的 BBC隨後其實也進行了調查 而且呢 在今年的5月20號 有公佈了正式的報告 甚至指出來說呢 在這一則的報導當中呢 沒有達到所謂的 高層性跟透明度啊 甚至還說呢 這名記者是用欺騙的方式 偽造文件獲得採訪 違反了新聞倫理 BBC呢 也像威廉王子跟哈利 還有戴安娜王妃的弟弟 史賓賽伯爵 來致歉 威廉呢 在推特上發文說 BBC呢 是用欺騙的方法來採訪 影響到母親的生育 這則訪問呢 也是導致父母親惡化的原因 更是許多人帶來了傷害 哈利呢 則是認為這是邁向公益 跟真相的第一步 這種不道德的採訪 到現在更是變本加厲 不只是BBC 整個媒體產業 都存在這樣的問題 由於當年呢 訪問戴飛的記者叫巴西爾 他也坦誠 衛造文件是一件 很愚蠢的事情 但是他還是強調 戴飛本人就決定要受訪 跟文件沒有關係 但是呢 BBC在國際上的形象 看起來已經受到很大的打擊